Leo聊四季 天氣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中國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傳奇之戰的符文詩群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 藍方是阿根廷的頂尖高手 卡布奇 他這次選擇的文明是中國人 中國人一開始會村民多家山村 但是他的食物會減200 而且木頭也會少50 但通常中國人的一個村民優勢 只會領先對方1村至1.5村 很少會到2村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中國這次的開局比較不太一樣 是直接把村民拉到城鎮中心下 然後馬上把這個岩 把這個驗化的柱 拉到這個城鎮中心 一有挖到50肉 馬上就把這個肉放進去城鎮中心裡 達到這個不斷存的狀況 那當然一開始還是要先按織布技術 所以一開始中國的村民呢 去外面圍架 也不太會怕對方的刺口 來把你的村民給抓掉 那中國這個文明呢 後期主要是打工兵路線為主的 騎兵路線也可以打 步兵單位也可以 基本上來說 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沒有太大的弱點 那主要是中國人的後期呢 中國連弩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單位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天敵 比較害怕頭車的部分 還有火炮 基本上 這個工兵單位 想打誰就打誰 所以中國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 越南人 越南人的話 他的特色呢 是有免費的這個 喔不是免費的 不好意思 應該算是免費的增兵技術 嚴格上來講的話 他是有免費的科技沒有錯 但是呢他是經濟科技喔 是不需要耗費木材喔 就可以升級 所以他在攀這個 一級農一級木的時候 可以早早點下 去點下這個 一農一木 因為不需要木頭的關係喔 所以他的 木頭配置喔 可以再稍微少一點喔 所以越南人這邊惡木看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 道特的他也是 確實是一位傳情選手沒有錯 他對於這些文明的配置跟特性喔 非常了解喔 他現在目前是用兩木開 那雖然木頭會比較少 但他也可以 接續後面的一些經濟加成 或是一些經濟的一個問題 他後續可以再繼續調配喔 那前期呢 就多一點村民喔 去吃這個野豬啊 還有鹿肉 那他的經濟會再更好一點點 那越南人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測艦場的工兵單位 有血量加成20% 工兵的話 不太容易被一發投資車就直接擊倒了 而且也可以升級為地碗戰毛兵喔 那後續的越南人呢 主要是打一個 工兵路線 還有大象路線的文明 那因為他的工兵呢 有這個藤甲工兵喔 非常強大之外呢 還有這個紫幣 不是紫幣技術喔 這個 相夫 這個閃 閃相夫技術 有點忘記他的全名 那這個血量呢 可以讓他的大象 增加100滴血 所以他到我們後期 大象有420滴血 那越南人呢 他的步兵單位 雖然也有 劍兵勇士 也有槍兵 這個奇兵的升級喔 但是沒有三攻的關係喔 所以只能當作輔助而已 主要的戰力喔 還是要用到這個大象 還有自己的 藤甲工兵喔 才能打出一番的風采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 那這張地圖算是有點偏向阿拉伯 在打的 比較沒有太多奇怪的東西 基本上可以直接當作阿拉伯來看待 好 問題是不大的 那目前看到 上方是有少量石頭 下方是有這個黃金 那經濟上來說的話 黃金遺漏在外面 遺漏在外面會比較危險 而且有一塊附金喔 也在野外 好 這個也是比較不OK的 那黃金的部分有一塊在前方 這個部分喔 這個也是道德在中期的左右 要特別注意喔 前方這塊附金喔 不能被挖掉 挖掉可能就太妙了 那來看一下阿根廷這邊 阿根廷高手 目前看到這邊有一塊木區 那手在前方 火子在右邊 黃金在下面 那附金的部分是在左邊 還有在右邊的位置 好其實看起來喔 並沒有非常好 兩邊地圖喔 我覺得是差不多分數的 但至少都還有合格分喔 道德這邊可能四五十分喔 因為兩塊附近都沒有在自己的領地內 會顯得比較危險一點 嗯 COPCH這邊也是喔 所以都是四五十分 別的上方來說是有合格 因為他木區比較厚 這就是阿根 這個就是阿拉伯 跟這個 符文石群的一個評分判斷不太一樣的地方 因為他的木區是比較厚實的 好 目前看到道德這邊是三隻肉馬出門 然後看到中國這邊是兩隻肉馬出 好 這個大家都是走一個肉馬開局 然後都是為家為死的部分 好 當然這邊是打算要直接往前 好 那兩隻強兵早就已經拉出來 來應戰了 好 差一點可以戳到 好 都馬到這邊四隻直接集火一個木牆 好 拉來一隻村民稍微修理一下 好 槍斃出來 後面下了一個射箭場 兩邊的開局 因為基本上是一個鏡像開局 那原來這邊很早就點下一種螢幕 連手推測也補下了 所以我就是不需要 經濟科技不需要木頭的一個優勢 可以很早就點下這些經濟科技 好 那目前兩邊呢 打的是一個比較偏防守的 並沒有一直想要爆兵進攻的方案 可能都已經偵察到 對方都已經為死了 所以爆兵的部分並沒有很積極 好槍斃這邊再互打一下 好 中路這邊已經點下了 自己的城堡時代 那目前的村民術領先是兩村 那由於自己 越南人 是有點下輪走技術的關係 中國這邊又研發了這個城堡時代 所以看起來是會領先三村 剛剛 那如果你現在仔細看的話 是領先兩村而已 那目前呢 這個CEA模擬器 他這個即便很中文版 很感人 可以看到這邊生物的數量 還有這個城市中心的顯示時間 好戰勝 這代表 觀戰模擬器也是越來越 對台灣觀眾 越來越友善了 居然連繁體中文都有 連這個 手術都可以看到 那還有這個移動經濟 顯示經濟 這個就有點太細了 就不看這個 就還是看這個第一排 那 那如果你要解鎖這個畫面的話 通常你是要去付費的 那雷歐我是本身有贊助CEA他們的 所以有拿到付費版本的 這個CEA模擬器 一般玩家的話 可能是看不到其他的詳細數值 那如果你真的喜歡世紀利果 也喜歡 想要看多一點RP學習的話 那我會比較建議喔 去購買這個CEA的正式版 因為CEA正式版呢 才可以看到更詳細的數據 對於一些你想要知道 這遊戲的細節部分的玩家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觀察一些頂尖高聳的一些素質變化 如果你不想要買的話 當然也可以看我們頻道 繼續看我們的影片 觀察一下 也是OK的 那麼先看到越南人這邊 直接打出了奇事開局 中國這邊是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奇事開 兩邊都是3TC的開局 鏡像開局 非常相似 好 但這邊COPCH本來是想要潛壓 但是家裡現在被打 有辦法能守住嗎 因為現在工兵也往前 奇事也會往前 所以老頭部分 可能沒有辦法 逃抵他們對手 好這裡 讓對手進來 一進來就直接補下了二級的馬甲 這個騎兵鎧甲一補下 又變得非常坦了 4房 而越南這邊是轉了一些工兵單位 轉弩兵 然後現在射程變成是7 攻擊也是7 數量來到蠻多的 快20隻 而基本上工兵單位 來到20隻的數量 對於騎士來說是一大非常大的壓力 好這邊看要不要轉射一下前方的投資車 決定直接放棄 好後方的騎士上前 差一倒 但是有村民在修理 有很多村民在修 把這個投資車給修了回來 越南這邊則是損失了自己的 所有的肉滿 好投資車拍個一發沒有拍到 但是騎士直接砍掉了投資車 哇這一波交戰 看起來投資車還是送掉了 好 但後面可能還會出現喔 因為這個工程器製造所在後方 喔 這邊出來來個高地 高打地的話 是有機會直接拍掉的 那到時候現在也在提防後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好更多的工兵往前補 好工兵來到22隻數量 通常22隻數量喔 只要集火同一隻騎士喔 沒有意外的話 只要打兩下 就會拿下來一隻騎士喔 好投資車拍個一發 哎呀還好是高地啊 傷害被解敏掉了一點 投資車一出來 直接被自己的 旁邊的騎士給尻掉了 但是上方的工兵還是被持續傷害當中 這邊可能要趕快拉騎士過來防守一下 好但工兵數量只被消滅掉了5次而已 其實兵不多 好但還好現在越南這邊工兵 彈到雪還沒有點 剛剛蠻者打架 現在木頭有點爆炸 好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處理掉喔 待會就可以更好操作一點 好補了一個城鎮中心在前方 守護一下這個附金喔 不然被控下來他會很難受 好卡布奇這邊也是同時在自己的附金 蓋下了城鎮中心 兩邊的開局真的好相似阿 這就是團旗選手們的鏡像觀念嗎 阿你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我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可是中國這邊是沒有出工兵的喔 那越南這邊則是有出工兵開局 所以兩邊都是工兵國 但目前只有看到越南這邊是打工兵 呃剛剛的奴婢呢也是因為自己有這個 血量加成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被一把被駝車給打倒 這也是剛剛細節中的細節 而且也上了高地 好那目前村民處是由越南這邊 85村領先中國的81村 我們優惠你先4村而已 我們優惠你先四村而已 好 越南這邊也補下了一個首推車 經濟量來到最好了 但中國這邊其實肉有點不太夠 好 越南這邊補了一個品種 稍微增加一下騎士的血量 那待會電用時代也可以升到這個大象升級 所以這時候投資一個品種沒問題 好 稻河準備要來前壓一個寶 這邊應該有機會壓得住 因為攻擊的數量很多 中國這裡也沒有太多的投資車 但是後面是這個爆鈔能夠包到很多東西唷 哇 直接騎士走上高地 攻擊手在高地下方直接被爆打一波 上面騎士也是在繼續開打 後面有四隻老頭直接在往前召降 但是武器也是第四間反擊 但是沒有收掉後面四隻老頭 這邊大量的村民持續在往前蓋 但是這裡有七隻騎士在前面村民 好 前方的村民全部給除掉了 哇 稻河這邊果然又變成一個道德寶嗎 哇 在賽事中直接表演給你看 什麼叫做道德寶 太狠 奧特這邊好像有點尷尬 這個寶蓋不起來 然後又被蓋了一個攻擊器製造所 好 再來弓兵稍微拉扯一下 而且有彈道學了 稍微能反制一下回去騎士的部分 當然弓兵數量還是很多 二四隻 好 這裡又拉了更多騎士過來上前應戰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攻擊器製造所 要不要安歇暖炮呢 就是投石車 好 這時候越南突然轉出了大象 現在要來扛住騎士的前壓 但是大象有可能會被招搶走 哇 騎士雖然招搶到 但是這隻老婆也倒地了 老婆繼續往前 但是被弓兵直接射趴 哇 只剩下一隻老頭了 回頭再招搶一下 看到有一隻大象經過 好好拉來得及嗎 哇 又被拉掉了 好 但正面的弓兵呢 騎士已經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把大量的弓兵兵全部解決掉了 好 這個應該能招搶得到啦 OK 中央找到 好 中央這邊現在兵力極度劣勢 因為這邊偷偷點了帝王十代 所以現在要轉出一些兵種有點困難 而且有些軍事建築物都在前方 要繼續補兵有點困難 好 再趕快正面圍一下 好 越南在前方也補了一個城堡 進行一個防守 OK 中國這邊喔 也可以考慮喔 去轉出中國聯弩 當然現在沒有 只有一個城堡的關係喔 現在要成型是不太實際 現在騎士出這麼多情況下喔 只能直接轉重裝騎士喔 配載毛兵 都可以做考慮喔 甚至直接轉火箭技術 弩炮 都是很適合中國人 這個騎士 配上工程器的一個打法 但如果真的對方越南喔 一直有預計要出大象的話喔 可能中國這邊還是要轉一些槍兵喔 會比較好 雖然中國有駱駝 但打大象來說 駱駝並不是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單位 好 被招搶的騎士 直接又被招搶回來 好 後方騎士 再次騷擾到了 到達後方村民 好 第五時代還有20秒 前方的建築物被砍差不多 直接被打破衝進來 OK 第一時間進去就是對老頭一陣爆打 哇 這格老頭又出啦 又被擊殺 哇 直接倒了兩個老頭 太坎 好 這邊直接一個分隊 右邊加上左邊 兩邊騎士分開 原來這時候補下了部位接觸 先轉出了凍裝長槍兵 OK 先轉槍兵 對他來說也是比較好 畢竟自己生時代有點痛 但生的有點太慢了 在那時候應該是要補一些槍兵 或是在裡面補一個城堡 但到這邊防守出現點漏洞 但自己的 重裝長槍兵的數量也是慢慢越來越多 中國直接兩個城堡 想要首都正面的部分 補下了奴兵跟二級射 結果轉的是奴兵 而不是中國連奴 轉奴兵的好處是成型夠快 不需要城堡 馬上就可以大量整出了 雖然我覺得打大象來說的話 你不要玩工兵的話 中國連奴是比較好 畢竟中國連奴的箭矢數量夠多 常常會有異傷的問題 打大象的話 反而很希望會有這個異傷的問題 好 好 槍兵直接往前 騎士第一時間能夠抓掉投死車嗎 投死車血量差點被補了回來 但長槍兵還是沒有能夠守住 但騎士數量損失掉了五隻 五隻騎士換一個巨型投死機 其實造價來說不太划算 讓自己的城堡有足夠多的時間可以守住 讓他自己可以盤上去 好 這個就是中國這邊目前的想法 那中國這邊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如果要反制巨型投死機的話 只能用投死車或是巨型投死機正面 或者只能用騎士 這幾種辦法 沒有火炮的文明會玩的 比較被動一點 在這個帝王世代巨型投死機 複雜的一個節骨眼上 會比較顯微被動一點點 好 後方騎士問題解掉了 越南這邊準備要來轉出更多的騰甲弓箭手 好 終於打掉了前方城堡 五台巨型投死機還在輸出當中 後方城堡會有點危險 好 這邊直接戳掉了一台巨型投死機 好 當然兩邊的城堡都掉了喔 巨型投死機大戰 槍弓還有四秒鐘 好 當然開架弓箭手 其實沒那麼害怕槍弓喔 因為他本身的遠距離防護率非常高 就有事了 好 大槍本來想要上前 但是高達第一直接把大槍給射爆了 那高地的槍弩也是把前方的槍兵也全部解決掉 這時候越南開始補下了化學 還有一級的工兵鎧甲 這時候中國已經升級為重裝騎士了 但目前中國這邊有巨型投死機一直在修理 兩邊都是 所以目前巨型投死機大家都在瘋狂修理 並沒有誰被秒掉的一個問題 只要打的不是那麼準喔 基本上都是有可能修得回來的 OK 槍弓箭手這邊數量開始被小減掉了 後面的槍弓開始往前推進 OK 槍弓箭手只剩下兩隻 中國這邊果然有槍弓上的補兵優勢 直接把大量的工兵給補了起來 開始有優勢了 那越南這邊也轉出了火炮 這邊火炮一出來 想要後面打 打掉了後面兩台巨型投死機 但第三台還來不及 巨型投死機能夠拿下嗎 哇塞 準 鎖塔這邊雖然正面部隊已經打出 但是巨型投死機大戰喔 是有自己拿下的 但是三台 巨型投死機可能要被騎士給解掉囉 中國這時候轉出了戰毛兵 可能覺得直接用戰毛打疼甲弓兵跟這個 疾兵喔 可能就綽綽有餘 事實上也是如此啦 自己趕快轉出一些肉碼 或是轉出中國聯索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越南這邊也轉出了一台巨型投死機 還有火炮 後面轉兵還要再繼續打疼甲弓箭手嗎 如果要打疼甲弓箭手的話 他可能還是要先點個金銳會比較好 沒有金銳的甲弓箭手其實差蠻多的 場面直接上前 解掉了這一步的騷擾 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好 甲弓兵我再繼續出 中國這裡三弓也補下了 右方有少量的單位喔 都是想去挖野礦 但是都被抓包 不可怕 不可怕 好 右邊兩隻肉碼直接衝著進來 戰毛兵也是在騷擾盜土的村民 家裡面也是騎士肉馬在亂竄 這邊還有戰毛兵在打村民 盜河這邊村民數有點下降 但兩邊的戰術都是打一個150尺寸戰術 村民數非常巨量的那一種 好 越南人這邊轉出了一些奴兵 但強奴的部分有點缺肉 有點轉不太出來 上方的奴兵直接撞到戰毛 戰毛這邊收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好 這根城堡可能會拿不下來 可能要拿下來了 講錯 因為後面有四台巨型頭司機 火化的部分也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可以出來解掉 雖然越南這邊三級馬卡已經好了 但是大上可能會有點難出來了 現在農地裡的肉已經被騷擾到有點不受控制了 好 東國這邊上方的兩個馬就有被看到 兩個槍兵去防守 正面車帽移掉 大量的肉馬直接衝過來 中文兵也是直接補齊 好 這裡轉了戰毛兵跟二級的騎士鎧甲 但是盜河這時候突然打出了 GG 好 這一把有點微妙 盜河在中間這一波的盜河寶 好 雖然他軍事非常強大 但沒有想到直接村民被打光 且還把誤城讓他受到一點小小傷害 中文這邊則是用自己大量的經濟優勢 去轉出大量的變種去反擊回去了 但是說優勢其實也沒有優勢到哪裡去 我覺得反而是越南這邊經濟可能會更好一點 中國這邊用自己的 算是驚人的操作吧 用騎士加上戰毛兵 還有少量的強弩 就居然擋住越南這邊的正面進攻 還有陣地戰 慢慢就打贏了 騎兵的部分就是到處亂串 去抓中國這邊的村民 然後後面再讓龍田處直接爆開 讓越南轉不出大象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吧 那經濟的部分 果然是中國人這邊 拿下了食物的順利 但木材來說還是越南人贏的 哇 看起來是中國人還是贏的 經濟還是有贏了一些 有點意外 因為越南這邊手推車很早就點了 但其實手推車差距也差距沒有到非常多 大概八分鐘而已 十分鐘了 那中國這邊經濟強大 果然還是從黑暗時代的那兩村開始 領先到後面 經濟效率其實是蠻好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